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说一下1994年这一天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也是朝鲜的国家军队的缔造者金日成去世 金日成大家知道他出生的时候 1912年 那朝鲜早已经被日本吞并 成为日本的一个行政区 所以他出生的时候 实际上朝鲜就在亡国的时候 但是朝鲜这个国家很有意思 朝鲜这个国家这么多一年以来 千年以来 一直在三大国的环抱下 朝鲜像周围没有小邻居 这样的国家其实非常悲惨 所以我觉得朝鲜民族 是一个非常坚韧不拔的勇敢的民族 到今天为止 还是存在着两个独立的国家 在朝鲜半岛上 区区三千里朝鲜半岛 所以朝鲜人民 一直要复国要独立的奋斗 是从来没有停止过 所以今生出生下来 就接受这样的教育 他到十几岁的时候 其实就是他正式接受教育的时候 他就来到了吉林 所以金日成从小学开始就在吉林上了 在吉林读的小学 在吉林读的中学 而且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家要记住 因为朝鲜劳动党是后来成立的 当然是为了朝鲜最后的复国跟独立 金日成将军最开始加入的是中国共产党 而且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 而在抗联里面应用战斗 从一个普通议员开始 一直加入到抗联的师长 他是抗联第一陆军的第六师的 最开始第三师 后来第六师的师长 所以金日成将军后来回国之后 大家说金日成将军的东北话 说的比朝鲜话好 金日成将军后来复国的时候 其实是重新学习了朝鲜话 那个时候因为那么多人一直在中国 所以中国人说的非常好 就是东北话说的非常好 一直坚韧不拔 一直到东北抗联失败以后 金日成将军又率领最后 东北抗联缩编的一个支队 他作为支队长 推进了苏联境内 在远东又参加了苏军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坚韧不拔的战士 金日成将军在苏军里 做了一个上位的营长 然后一直战斗 然后一直到被苏联选为朝鲜国产党的领导人 朝鲜叫劳动党 回到了北朝鲜 金日成建立了朝鲜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力量 朝鲜人民抗日游击队 在中朝边境展开游击战争 这支游击队就是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前身 大家知道朝鲜当时战后 是由美苏达成协议 以三方线为解 南边是由美国受降 北边是由苏联受降 所以美国跟苏联分别扶持了一个 苏联就是金日成将军 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国国 在南朝鲜就美国扶持李承晚 成立了大韩民国 之后的事情大家都了解 我就不多讲了 金日成将军作为朝鲜人民的领袖 一直领导朝鲜长达46年之久 一直到1994年的这一天 下面我讲黑船事件 大家知道到了1853年黑船事件的时候 日本已经进入了幕府时代 很多很多年 日本是一个多山多水 这个水上四面八方流 然后山一直纵横在整个日本本土 所以日本有点像意大利 就是始终没有形成一个 非常威权的中央政府 或者一个非常统一 虽然名义上有个天皇 但是其实天皇也就是个名义上 名义上有个幕府 德川幕府 好像是全国的总的管理 但其实它下面 分了很多很多的小国 大明等等 其实还是非常分散的 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国家 在日本 1853年的7月8日 远远的在日本海上 开来了四条军舰 军舰 由于日本人从来没见过 铁座的军舰 日本那种非常落后 还是小摩托船 所以突然看见铁甲舰开来 因为铁甲舰是黑色的 所以日本就管它叫黑船 但是有美国的海军舰的叫佩里 佩里就比英国 法国 打开中国大门要容易得多了 因为日本当时已经听说了西方的强大 所以当看到四艘铁甲舰来 以及60多门大炮 黑洞洞的炮口 当时就已经怂了 于是就开始谈 拖延 其实美国也没有什么更多要求 也没有让它割地赔款或者干嘛 就是说你来通商 你打开国门 咱们来做买卖 日本在1853年的时候就开始跟美国谈 说好 我们同意 可是我们天皇没同意 我们不行 我们得找天皇问问 其实那个时候天皇已经很久 数百年没什么权利 一直被德川幕府架空 在第二年佩里又来了 这时候舰队更强大 但是还是没打 最后跟佩里舰队签订了各种通商 其实也是不平等条约 就是各种美国的要求都同意了 这个时候日本的一些武士 爆发了一点小小的反抗 比中国是不如 中国是军队政府都在反抗 日本人政府非常虚弱 因为中国确实也没有像中国这样的强大的中央政府 一些武士爆发了反抗 杀了那么一两个美国人 遭到了佩里舰队的强大的压力 在强大的压力下发生了非常 我觉得日本人民可能觉得非常英勇 然后我们看着觉得非常恐怖的事情 就是为了向佩里舰队谢罪 向美帝国主义谢罪 然后日本的武士排着队走到城门外 在门外的广场上剖腹谢罪 当时把美国人也看上了 美国人到全世界去航海 没见过一个民族是这样的 有的民族软弱就投降了 有的民族就坚决战斗 但像这样一个民族很少见 就说我来谢罪 但是我当着你的面 武士们一个一个一个的剖腹 甚至有一个武士 据记载非常的英勇 不但剖了腹 而且把肠子流出来的肠子 用刀割断 还投向了美国人的脸上 所以美国那个时候 第一次对日本有了 非常震撼的感觉 但是当时佩里面想到 终于在很多很多年以后 日美终于有一次大战 这就是黑船事件 日本的国门被打开 但是黑船事件 对日本有一个巨大的好处 雅片战争的时候 我也讲过说 雅片城实际上是 打开中国国门是一方面 但是惊醒了中国这头碎尸 其实当时对中国 整个的进展化进程 是有推动作用的 黑船事件也是 那么封建 那么落后的日本 被打开了国门 惊醒了日本 这个民族 这是第一 第二是 由于当时幕府 已经非常软弱 德川幕府不敢出头 去应对美国 然后就以请示天皇为名 就真的把天皇给请出来了 于是天皇也好 大明也好 武士阶层也好 大家纷纷都觉得 国家到了最威亡的时刻 大家都打出了爱国的旗帜 所以就是因为黑船事件 打开日本国门 导致了那么多年 天皇没有权力 变成了天皇站到了第一线 才有了后来的明治天皇 推行的明治维新 然后德川幕府 或者整个日本江户时代的结束 最后讲一下 在1979年这一天 美国的洛杉矶市 把这一天 1979年这一天 李小龙著名的电影 龙争虎斗的上映日 定为洛杉矶李小龙日 给李小龙崇高的荣誉 但是大家要记住 李小龙首先他是一个美国人 他是生在旧金山的 他是一个美国的华人 但是他对整个华人世界的娱乐 做出了重大贡献 包括不光是娱乐 他对整个华人的电影工业 做出了重大贡献 因为在李小龙之前 香港电影还是那种粤语长篇 还是那种老式的电影 在李小龙之后 香港终于找到了 自己的电影方向 到今天为止 整个功夫片 都是香港电影最大的拳头产品 也是我们整个华语电影 能够在全人界 打开市场的 唯一的一个品种的电影 就从李小龙开始 杨龙三持人似乎半定 但是他 他的名字 Bruce Lee 包括他的动作 他的样子 他全美国人都知道 那人干嘛 对整个的华语文化 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加州是一个华人 非常密集的地方 加州诞生了很多很多 华人的明星 尤其是功夫明星 包括之前大家说的 经常在微博上 大家挤着我的时候 经常说吴彦祖的表白 他要表白 告诉他们表白 就要性骚扰 我刚才看到这个 简直突然生气 吴彦祖也是出生在旧金山的 而且吴彦祖 也是加州武术冠军 这个大家不知道吧 吴彦祖是加州做的 当然武术比赛 主要是华人了 他应该是旧金山地区的 武术冠军 这个很有意思 所以在加州 由于华人的文化 尤其是广东人 大学的文化 非常有传统 所以武馆遍地都是 所以培养出来 像吴彦祖 像吴彦祖 这样的华人明星 今天跟大家聊到这里 明天再见